大家好,我又来水视频了 本期主要内容是在微联通NAMS下安装Jeliphon影音服务器 并调用核显进行硬件转码的设置过程 我发现在微联通的Docker中 安装Jeliphon是没办法使用极显进行视频转码的 会导致播放视频的时候处理器占用很高 所以才有了本期视频 本期安装演示的机型是微联通的TS462C 目前是5.0系统 如果你也是X86架构的微联通机器 也是可以参照此安装过程的 好的,下面进入正式的安装过程 在这里呢,我将安装过程中使用到的这些命令 以及软件的下载呢,已经做了处理 首先我们要下载这个Party软件 你可以直接复制这行网址 去罗览器打开 也可以百度搜索Party 找到它的官网 进入之后找到下载地址 我的是64位的X86电脑 所以就直接下载这个安装包 下载完成安装包之后 点击打开安装 安装过程就不再追溯了 安装完成之后呢 打开开始菜单 你就可以找到这个PoTTY的软件 点击打开就回了 后续安装的时候 我们需要使用这个软件进行连接 好的,这个软件安装完成之后 那么我们就可以进入正式的命令配置过程了 首先我们进入微联通的管理后台 登录之后找到控制台 在网络文件服务这里 点击这个SSH 然后将这个允许SSH连接呢 打上勾 端口默认22选择应用 它就把这个SSH服务打开了 在安装Docker版的Jlifin之前 你首先要安装 微联通的这个container station 也就是Docker容器 打开这个容器 正常来说 你这里会显示是英文 如果显示英文状态 你可以点击右上角的三角 然后语言这里改成简体中文 那么这里就会变成中文状态了 然后点击这里的创建 因为我们要安装Jlifin 你点击这里的搜索方 输入J-E-L-L-Y-F-I-N 然后回车就可以进行搜索 你可以点击这里的Docker开头的这个标签 在这里就罗列出了很多这个Jlifin的镜像 其中第一个Jlifin鞋干Jlifin的 这个就是官方的镜像 当然你也可以往下拉 这里也有很多提供的这种镜像 那么本期呢 我是以这个N-Y-A-N-M-I-S-A-K-A 开头的这个镜像进行安装 这是大佬打包的特工版镜像 它提供了很多驱动之类的 我们装上就可以用 当然如果你想要使用前面的这个Jlifin的官方镜像 安装过程是一模一样 现在你去到评论区这里 完整复制这段文字 然后新建一个祭祀本粘贴上去 我们要进行适当的修改 首先第一行的付权呢 我们就可以不用修改 因为大家执行的都是一样的 我们着重看这个第二行命令 可以看到最后一行这里有个N-Y-A-N-M-I-S-A-K-A Jlifin这个就是我要安装的这个镜像 这里的名字就和这里的名字进行对应 如果你想安装官方版的这一个镜像 那么你就将这个命令改成Jlifin Jlifin开头就可以了 倒数第二行呢 这里也不用改 这行的意思是相当于把节线分配给Jlifin容器 这个是自动重启 这两行的话大家都不用理会一模一样就可以了 其中大家比较关注的是这三行 这三行其中我们需要修改一下 现在我们暂时关闭这个容器 我们找到这个fire station文件总管 在安装之前我们需要新建几个文件夹 可以看到左侧有个container 就是容器的意思吧 点击这个文件夹 然后在这个文件夹下 新建Jlifin的文件夹 右键然后新增新建文件夹就可以了 新建完Jlifin文件夹之后 点击进去在里面依次新建CACHE和CO1FIG这两个文件夹 那么我这里的话就已经建好 就不再重复演示了 新建完这几个文件夹之后呢 我们再次打开这个命令行 如果前面的步骤以及文件夹的名称 你跟我的一模一样 并且也是在这个container文件夹上新建的话 那么你这两行的话就不需要做任何更改 可以看到命令行蓝色这一部分 就一次对应Firestation中的这个文件夹的路径 第三行的这个CACHE文件夹呢 就对应Firestation中的文件夹的这个路径 你只需要把这个路径改成和左边一模一样就可以了 如果你是在其他文件夹下新建的 那么你这个路径就需要更改一下 这里就随机应变 这个冒号斜杠之后的这两个呢 是不需要更改 第四行呢 唯一要更改的地方呢 是从这一部分开始 可以看到我将这一个电影呢 放在Share这个文件夹之中 这个Share目录呢 存放了我所有的电影 电视剧以及其他一些片源 这里的意思呢 就是将这个Share文件夹进行映射 并且将这个本地的目录映射之后的名称呢 改成Video 这里你也可以改成Movie之类都是可以的 比如说你的所有电影 在这个Share文件夹中的迅雷云盘中 你只想映射这个迅雷云盘的这个文件夹 那么你就可以在这个Share文件夹之后 再加一个斜杠打上文件夹的名字就可以了 这句话的意思呢 就相当于把这个Share下的迅雷云盘 这个文件夹映射给Jellyfin使用 因为Jellyfin呢 是一个影音服务器 它就是要管理电影啊电视剧这些 那这里的意思就相当于 你要把你存放电影电视剧的 这个路径告诉他让他去取 当然因为我电影电视剧的根目录呢 是直接在Share根目录之中 所以这个训练名盘这里我就不需要 我只需要输入这个Share文件夹 他就会自动去找到这些电影电视剧 存放的位置了 注意从这个冒号开始之后呢 就不需要更改 最后这里有个Name 这里的话就是相当于你想在容器中 以什么样的名字进行显示 那么我这里就默认按照Jellyfin了 你可以自己改成Jellyfin123都是可以的 好的确保你这些命令已经按照我前面所说的进行更改 然后打开前面下载的这个PoTTY软件 这里有个host的Name呢 就输入你NAS的管理后台的地址 这里跟这里是对应的 当然后面这个5000就不用输入了 端口默认是22 然后选择这里的open打开 这里选择accept接受 这个是以什么用户名登录 这里就输入你登录 微联通的用户名就可以了 输入用户名之后直接回车 在这里会让你输入密码 密码就是你登录这个 微联通管理后台的密码 注意输入密码之后呢 这里是看不到的 它是隐藏的 你直接回车就可以了 当你看到前面这里是你的用户名 说明就登录成功了 剩下步骤也很简单 首先我们直接复制第一行命令 然后鼠标返回这个party的窗口 点下鼠标右键 它就会自动把你把前面复制的命令 粘贴上去直接回车 然后这里会让你输入密码 密码的话也就是前面你登录 微联通的密码 因为这一个算是需要有权限的操作 然后直接回车 那么就可以了 这个命令的作用呢 是进行复权 也就是给这个景显给予更好的权限 然后我们直接复制你前面做好的第二行命令 复制它 然后点party鼠标右键点一下 它就自动粘贴上去了 然后直接回车 回车之后呢 它就会提示这里没办法在本地找到这个镜像 所以它就会自动去远程仓库拉取这个镜像 以及下载这个镜像 你可以看到这里正在下载中 你可以等它这个命令行跑完就可以了 这里取决于你的网数需要一点时间 最后你可以看到这里有一长串的这个数字 说明就安装成功了 现在返回你的这个容器打开之后 在总览这里 你就可以看到这个Jellyfin的一个运行状态 可以看到它目前正在运行之中 当然你可以点击停止 好的运行之中 那么我们就打开这个Jellyfin的管理后台 首先复制你NAS的管理后台地址 然后粘贴 然后在后台地址的后缀呢 加上8096 可以看到在前面的时候呢 我们没有指定这个Jellyfin的端口 板并之类的 如果你没有指定 那么它默认就使用这个8096的端口 好的 首先语言的话就根据你的语言天分进行选择 然后选择下一步 用户名和密码的话 自己创建一个就可以了 选择下一个 然后这里点击添加媒体铺 内容类型的话 先选择电影 可以看到我的电影和电视剧呢 是分了两个文件夹 这样方便区分 也方便分类 所以下一步的话 我就是让Jellyfin选择这个电影文件夹 这样的话 他们就可以一一对应 显示名称这里 我就让他显示电影 当然你也可以自己改成电影一啊 电影二啊 或者其他名字都可以 文件夹选择你的加号 然后往下拉这里有个video 通过前面的命令行呢 我们就可以发现 我们将这个video 映射到了你NAS中的 存放电影的这个文件夹 所以显示video的意思呢 就代表他现在读取的就是你 NAS中存放电影或电视剧的文件夹 我们选择这个video 点进去 在这里的话 我就选择这个电影 然后选择确定 那他就是会自动帮你映射了 然后这里的话就设置一下语言啊之类的 然后再设置一下国家地区 然后继续往下拉 其他的话都可以保持默认之类的 然后选择确定 好的 映射完电影之后 我们再一次添加 这次的话映射电视剧 电视剧的话 这里要改成节目 那么显示名称的话 为方便确认 那么我就选择电视剧 然后依旧是点这里的添加文件夹 然后一次是找到这个video 然后一次找到电视剧的文件夹 点进去 然后确定就可以了 现在他就会自动帮你去读取 电视剧中的这些节目 然后再次设置这个首显语言 然后选择确定就可以了 这里的话我们就映射了电影的电视剧 然后选择下一个 这里的话依旧是按照你的语言天分的进行选择 然后选择下一个 这里的话可以开启这个窗口运设 选择下一个 然后选择完成 这里的话就输入你刚刚设置的登录 密码用户名之类的进行登录 登录完成之后 这里就会显示电影的电视剧 这就是你前面设置的这些东西 除此进入的话 它会进行索引 所以你这里暂时还看不到什么封面信息 这里的菜单呢 你可以点击控制台 然后找到这里的播放 我们的话就直接来设置 这个硬件止通 也就是硬件转码 这里的话选择这个 vaapi 启用硬件解码 这里的话可以选择他默认的 你也可以选择全部进行打勾都可以 然后这里有个启用硬件编码 有很多处理器呢 打开这个启用硬件编码呢 它会提示和客户端不兼容 所以这个硬件编码你可以先把它勾掉 然后最后往下拉选择保存 然后选择知道了就可以了 这样的话我们就成功打开了这个硬件转码 其他一些媒体库的设置以及重新映射 还有如何刮削这些电影的封面 大家可以看一下我前面那期的群辉版的Jelifin设置过程 在后半部分有详细介绍了如何重新映射这个媒体库啊 以及进行这些节目封面的刮削之类的设置 那么现在主要内容的是进行硬件的止通设置 其他一些我就不再赘述了 大家去看一下那期视频吧 然后点这里的首页返回 这里的话等它先映射完毕吧 那我这里的话就不等它映射完毕了 随便选一部电影来播放 来测试一下它能否进行硬件的转码 点击播放 然后选择这里的齿轮 找一个质量比较低的 你就可以点击看它能不能进行正常的播放 进行正常播放就可以了 然后我们后退点击这里的菜单 点击这里的控制台 往下拉找到这里有个日志 我们点击最新的这个log的日志点击进去 然后按Ctrl加F进行搜索 输入HW 点击这里的下一个下一个 找到类似于这一行的信息 说明它就是成功调用了这个极限进行硬件转码 可以看到这里有个初始化HW设备的意思 并且这里调用的就是我们前面设置的这一个极限 但你看到这一行文字并且这里还显示你的电影名 就是你刚刚播放的那部电影说明这个硬解就是成功被调用了 或者你也可以再次返回 然后再次播放这个电影 依旧呢是选择一个比较低码率 也就是触发它的硬件转码 然后再次后退返回这个party软件 可以输入HTOP HTOP不行 那你输入TOP 这里的话就可以显示目前哪些进程占用的哪些东西之类的 你可以看到这里有个JLFIN的进程 它排在第一了 并且在后面呢你可以看到这一行命令 HW并且显示RENDERD128结尾的 说明它就是此刻正在调用这个极限的进行硬件转码播放 说明我们就成功把这一个极限的分配给JLFIN了 当JLFIN转码的时候调用这个极限呢 它的效率会更加高 并且你可以返回这个NAS的后台 查看这一个支援监控的列表 可以看到CPU在转码的时候呢 占用率是非常低的 好的JLFIN的极限磁通呢就完成了 可能讲的有点啰嗦 最终呢是成功了 安装完成之后呢 为了安全性呢 你可以打开控制台 找到SSH 然后把这个构给去掉 应用这样的话就关闭了这个SSH 其实呢你也可以打开这个容器 在总览这里你就可以看到正在运行的这个JLFIN 这里还有一个需要注意的 你点这个JLFIN进去 你可以看到这里有更多可以进行设置之类的 注意不要去修改这里面的任何东西 你只能进行停止或者启动 如果你在这里进行设置并且更改了任何命令之后呢 这个极限磁通呢就失效了 所以在总览这里我们就不要去动它了 如果失效了之后你再按之前的命令的重新运行一次就可以了 好的本期可能讲的有点啰嗦 大家信心一点 根据前面的步骤 那么你就可以成功使用这个JLFIN的极限磁通了 那本期的话就到此结束 感谢各位观看